64岁冯拱现身慰问活动,走红毯低头功倍太谦卑,头顶突一块好明显 近日,著名相声演员冯拱现身某汽车公司进行慰问活动演出,当日冯拱身穿亮黄色中式挂衫,打扮正式,身后跟着徒弟曹随风 冯拱老师说话中气十足,手拿扇子走路喜剧效果拉满,也引得在场观众连连拍手喝彩,气氛热闹无比 但从现场视频来看,64岁的冯拱老师也有掉发的烦恼了,可以看到脑袋中间明显突一块 没有工作时,冯拱就会待在自己的简朴小院里,种种菜浇浇花打扫一下屋子,兴起时也会在小院里打快板,颇有怡然自得的清静之味 对于名利,冯拱老师向来看淡,只希望创作的作品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欢,用作品传递真善美的正能量 老艺术家之所以被人尊敬,除开一丝不苟的敬业态度,扎实过硬的专业能力,更重要的是一颗字牵低调的心 他们不会把自己当成大明星,不会不尊重观众的智商,他们只希望通过作品去回馈观众 最后,希望冯拱老师晚年生活平安喜乐,笑口常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